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赖金德昨天到竹东去参加了后援会的活动 他当场对台下的乡亲说 竹东的便当要多少钱 支持者立刻回答说100块 然后赖金德就说 如果大陆人靠着服帽涌入台湾的话 那接下来就会低价和台湾的便当店来销价竞争 好了 但是活动擅长之后爆发了一个插曲 因为民众为了要抢这个免费的便当 爆发了推挤 差一点酿成踩踏事件 因此这个绿营的明代还赶紧站在椅子上 挥舞着赖金德的旗帜大喊说 不要推挤 大家统统拿得到 来安抚现场的民众 好 所以赖金德都知道了 竹东的便当一颗100块钱 只有在造势场合送给大家100块的便当 这会不会有会选的疑虑呢 立文怎么看 这个台湾传统的造势活动里头 因为游览车动员嘛 通常都会在游览车就把便当发完了 然后再在游览车上面就吃完了 然后再下来 不然的话你现场大家都低头吃便当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那所以呢这个民进党这一场主动的 可以说是这个别出心裁 突破了过去的一个举办的方法 那么在现场呢 他一定会有游览车动员啊 然后发便当啊 那过去呢我们在一般选举的场合 都是觉得说合理范围内 他的这样的一个误餐啊 交通啊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以再另外加码送礼啊 但是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非常模糊 所以呢这几年每次要选举的时候 司法法治委员会在咨询 都会有各党的委员问说 那这个算不算会选 那这个算不算会选 以前为了为了这个表示不是麻烦 所以呢炒米粉喝贡丸汤 就有认定过说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在上次选举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我记得是林佳龙还是谁 也去检举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说 他们怎么可以炒米粉贡丸汤 那我想说炒米粉贡丸汤行之有年啊 那也没多少钱嘛 那总比林佳龙那个海陆大餐半桌好多了吧 所以每一次都会造成候选人很大的困扰 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处罚 这个标准是什么 每一次都要求我们的中选会 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标准 否则的话候选人无所适从 不过这一次呢比较奇怪的呢 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都在讨论 赖清德讲这是什么意思 他问大家说便当 便当一个多少 大家说一百块 他就说呢如果福贸开放的话呢 就会变成八十块 那不是很好吗 我想说现在要买一个八十块的便当很困难耶 你不知道要贪吃人的艰苦啊 做事人的艰苦啊 吃不饭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可以变成八十块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开放福贸便当会变八十块 这个逻辑是什么 但是如果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的意思是说呢 他这个大陆的福贸涌进台湾 会跟台湾的便当收价竞争 这个逻辑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赖清德他不只不可以当总统 他连当个市长跟立法委员的资格都没有 这脑子这个逻辑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了嘛 第一个 他来要怎么样消价竞争 他今天是所谓的福贸开放 是让服务业 尤其是台湾有很多的这个金融服务业 希望能够进军中国大陆的市场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那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市场 当然如果呢 如果有大陆的服务业 想要来台湾投资也很好 那这个他是台湾来投资 他是钱进来台湾 他是know how进来台湾 并不是大陆人一堆跑来台湾上班 这个东西跟福贸开放是完全两码子事 而且他要如何把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你以为现在大陆人的工资比台湾人的工资低吗 我的助理现在在上海上班 他的薪水我已经请不起他了 他的薪水换算成台币我才行得起他 但他现在是以人民币计算 你把大陆现在想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奇怪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说 赖清德当年就在讲木马屠城记 他还不承认 这是满脑子降糊嘛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对岸的状况 我记得赖清德不是有去访问吗 他有去中国大陆看过啊 你真的以为中国大陆现在是怎么样 啃树皮吗 所以有一大堆非常廉价的劳工会涌进来台湾吗 问题是开放服务并没有开放大陆劳工来台湾啊 所以就是一个狗屁不通的逻辑 那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真的这么好骗吗 就是一百块的便当 所以赖清德马上现场认知作战 然后用这么low的语言来做洗脑 有便当堂好吃就很欢迎了 反正讲来讲去不管他逻辑通不通 就是反对阿公啊就对了啦 就是反中大旗呆呆呆感受 我觉得现场他应该赶快要回答 你到底要怎么处理你的台独党刚才对嘛 你不要让美国人在那边等这么久 你的考卷到底是有没有要交啦 那你每天就这样子愚民 都让我们觉得说这个选举选久了 再让让清德多讲几次话 整个全台湾人都变笨了 好像我们都是笨蛋都是傻瓜一样 随便用这样子的语言就可以骗选票 我觉得实在是让我对台湾的认知 落差非常大 台湾应该是全世界知识水准 最高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受教育率 我们的念大学的大学生 几乎百分之百都可以去念大学了 然后你还在那边讲说 一百块变八十块是变魔术啊 真的是胡说八道 然后呢当年在反服帽的时候是反什么 说洗头妹会没有工作啦 说如果开放服帽的话 所以大陆人都来这边开美容院 所以我们的洗头妹都没有工作了 但真的是很奇怪 你每天抢的都是这些低阶的工作吗 那让你做洗头妹有工作吗 让你做洗头妹有加薪吗 八年了也没看到啊 你怎么好意思这样子 随便乱骗一只嘴后绿绿什么样 什么这个狗屁不通的话 你也都好意思讲出来哦 我们就看到先前徐晓星不是他有装脚在重阳节 送了人家二十块钱的面线 然后还有一个四块钱政治界的爱马仕包 这个替代吗 结果呢 减调说这叫做涉嫌会选就约谈了 结果赖清德的造势活动 竟然是公然发一百块钱的便当 那这要不要也要约谈呢 汉妮怎么看 首先要先回应刚才嘉余委员 谈到很多加薪减税的事情 我差点以为他是在野党的立委 为什么呢 因为加薪减税 不论是侯友宜或柯文哲 都有提出来相关的政见 而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并没有推行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关于加薪减税 就是在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 第36条以及36条之二 但是在立法院所有的检索系统当中 这近年以来相关修正要提案的 只有国民党跟民众党团的立委 没有看到民进党的立委 还是可能委员是加签到国民党 或民众党团的提案 我没有提案 我有提案 这里面并没有 那么再来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到 这所谓赖清德所提到的这部分 你看赖清德和杨昌德 一边发便当 一边叫大家支持赖清德 这就是会选啊 如果这不是会选 那什么才是会选 现在是只准清德送百元便当 不准巧心发二十元售面 这只准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以现场而且赖清德还大摇大摆地问 这个便当多少钱 支持者回答一百元 你如果不讲 然后荧幕上如果大家没有去打开那个便当 搞不好大家说 这里面其实是送个二十元的售面啊 对吧 那也没人知道 就你还那么嚣张 就公然讲说这个便当多少钱 大家回答便当一百元 那全世界都知道 你送的就是百元便当 而且一边送一边喊口号 而且呢还这个大家抢来抢去 然后呢现场还要主持秩序 所以这很明显的有影响到他们的投票意愿嘛 如果我们就会选的法规构成要件来看 已经是会选了 所以就请问减调办不办 那请问侯办跟科办要不要赶快去告发 如果你们不告发 我就要去告发了 再一层就赖清德讲什么开放福茂啦 然后就什么录制的这个劳工来台 又都是胡说八道 第一个并没有开放大陆劳工来台 开放的等于是更多的路资来台 再一个说开放了就会导致便当变便宜 那我们先问一下 在场的乡亲如果觉得便当变便宜 应该是好事啊 这有什么好反对的呢 知道很多消费者能买到便宜的便当 难道不是美式一装吗 你民进党执政能够有办法让便当变便宜吗 没有 结果如果开放福茂 两岸交流就能让便当变便宜 消费者荷包多一点 那当然要下架赖清德 那才有办法实现嘛 所以赖清德已经胡言乱语 精神错乱到一个极点了 那在一个实际上呢 就算我们开放了两岸的一些通商 服贸跟货贸 跟便当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为什么 因为人家就算要来到台湾开饮食业 那实际上所使用的人还是台湾人 然后呢 所用的食材也都是台湾的食材 成本跟在台湾开店 大同小异 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 销价竞争这回事情 每一次呢 绿营往往会说 哎呀 这个两岸一旦开放啊 大陆就会有各种的来台湾销价竞争 这不论是在经济学 或者在实体上 完全是错误的 为什么 你想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大陆的劳工 他要搭贵贵的飞机 然后千里迢迢的跑到台湾 然后呢 要跟我们一样 就是租在贵贵的房 甚至呢 就是还要应付贵贵的物价 然后呢 他要领比我们还要薄薄的钱 然后还能够再存款 再回到大陆 你觉得可能吗 就像现在我们台湾 每个人都觉得 我们很难存到钱了 然后你说会有个大陆劳工 来到台湾 然后哇 就是过得比我们还要辛苦 赚得比我们还要少 他还能存钱 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 我们应该要跟他请教 到底是怎么存钱的吧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民进党在做什么 他还是一样 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选举场合 就开始巩固基本交易派 就开始胡言乱语 就开始呢 胡作非为 所以我是非常欢迎赖清德 继续多举办这种活动 他就继续宣讲 继续呢 就开始造谣 继续在反中 只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 理性选民 经济选民呢 看穿他们的鬼扯 我们要请教一下政权委员 那个便当是不是是哪一家的便当 是不是真的是一百块钱 那他这样公然发一百块的这个便当 到底有没有算汇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 坦白说确实是一个很直接 挑战到一般我们在讲选举当中的时候呢 只能够发三十块的宣传品以下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过刚刚另一位特别提到说 事实上传统的一个选举动员 不管是炒米粉 贡丸汤 或者说有些地方是炒面 或者是有些地方吃油饭做什么的 那这基本上大家都被认为 是可以的一个情况 可是真的很少碰到说 候选人直接问大家说 这个便当要多少钱 大家讲一百块 然后你还继续在讲说 我们就发这一百块便当 那他那个另外就是 在竹东那边那个议员 他讲到骚瞎你知道吗 他在那边喊到骚瞎 叫大家不要抢便当 那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竹东在新竹地区 包括新竹市新竹县来讲 他只是一个证 所以如果竹东镇的便当 都要一百块的时候 你就想说在竹北市 还有新竹市便当要多少钱 肯定都会超过这个数字 说实话 那以这种情况来讲的时候 那我也觉得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我多看了好几次 为什么 我也是对于那一百块跟八十块状态 我在想说赖兴德是不是要转念了 他要开始去推福帽了你知道吗 不然我在想说他为什么讲说 福帽如果说通过的时候 一百块便当可以变八十块 他可能不晓得现在民间 对于食材上涨 有多么的压力沉重 这两三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 在台湾吃变得很贵 以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在台湾吃 感觉好像还可以 都可以轻松去负担 可是现在你发现在台湾 吃东西真的越来越贵 一个便当在竹冬要一百块 我觉得这一百块 已经是个普通的价格了 已经是个普通的价格 那他说 如果说福帽进来说变八十块 我觉得他以为现场 每个人都在做便当店吗 一般消费者来讲 应该我能够买到便宜的 我高兴都来不及 所以那新闻我看了好几次 我想说是不是我看出来 是新闻写错 还是赖兴德脑袋变了 他开始要去推福帽了 那结果发现 他没有讲错 可是他的逻辑 也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 如果真的是福帽能够 通过之后的时候 能够让大家 因为市场的竞争 让资源 经济资源的配置 能够最适化的状态 然后让民众 消费者买到便宜的东西 何乐而不为 那我这边也特别讲 其实在福帽这边的时候 显然赖兴德 他又想要贴标签 可他贴错了 因为福帽 其实在开放过程当中的时候 并没有开放大陆劳工进到台湾来 所以并不是说福帽开放之后 很多人到台湾来这边工作 然后薪水降低了 所以便当便便宜了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赖兴德在贴福帽标签的时候 在带风向的时候 显然也是乱带 那在他们的绿营这样的同温层当中的时候 也许他乱讲 大家都觉得无所谓 可是如果是中间选民 你真的脑筋清楚的时候 你就发现赖兴德正在胡说八道 他对福帽也不清楚 而且乱带风向 因为福帽这过程当中 不只没有开放 就是大陆的劳工进到台湾来 而且对于台湾来讲的时候 他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他让台湾的中小企业 有机会到大陆去的时候 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原本台湾的中小企业 事实上本在在服务业这边 其实就算是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状态 然后是在全球上面是有竞争力的 当时状态是这样子 现在情况是不是有竞争力 我们可能还要再重新下去评估 不过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品质来说 相对是好的 所以在竹东这一场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赖兴德要带风向 然后带着乱七八糟 也显示出赖兴德对服务也不太懂 然后就随时胡说八道 然后让我们完全以为赖兴德 他要开始推服务 这是我看那新闻当中 最直接的一个反应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